我另一位美國朋友 他是國際政治專家 他跟我討論台海危機 當然他也認為台灣相當危險 我對他的回答是說 No, we are safer than your backyard 他笑了 為什麼 在美國現在光是一個週末 跨越六個週 發生了七起大規模的槍擊事件 而小規模的可以小到 讓每一個人聽到的消息都會害怕 一個16歲的黑人男孩 16歲的男孩看起來臉還很稚嫩 他相當有禮貌地 拿了一個地址 地址是錯的 去按門鈴 到了一個白人80歲的老頭子家 這個老頭子沒有任何理由 只說他是恐懼 他就從窗戶看到一個黑人男孩 他就覺得他來幹什麼 這當然牽涉到了種族歧視 因為他手中根本沒有任何武器 也沒有槍 他就直接從窗戶打這個男孩 他打這個男孩的時候 不是說我要保護我自己而已 他打他呢 也可以打他的腳 可以打他身體其他部位 他直接打他的頭部 因此他現在很可能失去語言的能力 而最後法官居然在當地 判他可以保釋回家 因為他的年齡相當地大 很多人因此開始進行了抗爭 但是這件事情不只是抗爭 而是令人害怕 一個16歲的小男孩 他只是一個要去帶弟弟的 一個很乖的一個黑人男孩 他的皮膚顏色是黑的 你一個白人的老頭都覺得你很恐懼 然後就可以從窗戶直接來開槍 開槍的時候還要開他的頭部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國家 接著另外一個故事 一個爸爸帶著他的女兒在玩球 結果球跑到了某一個黑人的家裡頭去 就黑人一氣出來就拿著槍 就是誰把球跑到我家裡頭就開始掃射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國家 他充滿了仇恨政治 也充滿了種族的歧視 然後呢雖然很多人談到說是槍支泛濫 但是美國過去雖然一直都可以持有槍支 從來沒有像這一刻任何一個角落 任何一個corner 哪怕你去停一個parking lot 去停一個停車場 都會有人因為覺得你停了我車位 我看你不是眼就直接全面掃射 都這種類型的事情會發生 所以在美國現在越來越不安全 治安是美國非常嚴重的問題 許多人都說拜登你不要再管國外的事情 你不要再管烏克蘭的事情 你不要再管拿米拿的事情 你可不可以來管管我們這些人的生命安全的問題 美國在COVID-19之後 治安開始變成越來越差 有將近20%的美國家庭 因此去購買了槍支 而且越來越年輕的小孩也開始學習 如何使用槍支 有一天需要保護自己 美國的法律裡頭有一個條文 叫做城堡條文 什麼叫城堡條文呢 就是說家可以被人民視為城堡 所以我拿槍來保護我自己是可以的 那剛才我說的那些80歲的老頭 他就是用這個條文 他的律師幫他辯護 可是這個南海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就是去按著你門 跟你敲門而已 你怎麼可以就因此 從窗戶裡頭對他開槍 這叫城堡條文 他是瘋狂的種族騎士的條文 2023年4月15號 是個再尋常不過的週末假期 但全媒卻在短短一天 24小時內跨越6週 連續發生7起大規模槍擊事件 遠高於2023年迄今為止任何一天 最致命的一起發生在阿拉巴馬州 一個人口僅3000人的小鎮上 槍手鎖定女孩的生日派對 被無端掃射 獸心雖然被哥哥救了下來 但哥哥卻慘死在他的懷裡 這撞在那裡 在路易ville 中間中的一小時 在路易ville 中間中的殺害 警察說兩人死了 四個都被趕到醫院 後被撞到一群座場裡 我太累了 我沒辦法解釋 那撞在一天後 再多眼淚也換不回一條人命 當這些美國家庭悲痛欲絕 警方卻連嫌犯作案動機都不可得 甚至槍手依然在逃之際 這個槍支泛濫的國度 持續上演著一連串 令人難以想像的悲劇 警方確認警察說 几乎是一个微小的失误 便几乎或已经用来夺人性命 纽约时报用斗大标题写着 在一个高度武装的国家 这些无心之过都正酿成无法弥补的悲剧 因为美国已经不只是满地枪支 还充斥着愤怒和偏执狂 且大多数州都通过了新的自卫法 赋予枪支拥有者使用权利 当美国真因犯罪的恐惧加剧 及随之而来枪支拥有者的激增 伴随着枪支政治讯息已越来越极端 媒体又不断散播恐惧情绪 越来越多美国人选择 先开枪再提问 且因为白人枪杀黑人 被认定为正当的比例 是先前的近乎三倍 根据哈佛大学 伤害控制研究中心一份最新数据 强支与其说是拿来对抗外部攻击的武器 更多被用于轻身 意外开火或威胁用于自家纷争 One of the myths is that Americans are somehow uniquely violent as people And that's simply not true If you compare us to other wealth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Our rates of robbery and assault are actually lower than the average for wealth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nd where we are unique is in our rate of fatal violence 根据盖洛普一份最新调查 当下有高达45%美国人 生活在拥有枪支的家庭中 不过全美像加州一样 取得枪支需要进行背景调查的 却极为有限 官方数据显示 自2019年以来 全美谋杀率暴增了三分之一 虽然因为新冠疫情而下降或趋于平稳 但从2020年3月到2022年3月 有近20%美国家庭购买了枪支 约5%美国人首次购买了枪支 与此同时 包括佛州和德州在内等多个共和党执政州 还通过了新法律 允许民众公开携带枪支 或未经许可携带隐藏的武器 全美高达30多个州 还有所谓坚守阵地的法律 其中加倍视为人民城堡原则 让检方要起诉 声称持枪自卫的屋主 变得更加困难 Another day, another senseless shooting this time it's the littlest victim a kindergartner We got a six-year-old with a gunshot wound to the head It happened as a bunch of kids were playing basketball and the ball rolled into the neighbor's yard according to a report the neighbor got into a confrontation with one of the kids' parents He went back in the house to get his gun and came out blasting 2022年约莫进行了68万次 枪支背景調查 到2022年 这个数字已经翻倍达到140万以上 不过最可怕的是那些查不到续号 私人制造改装的幽灵枪 已然成为美国松散的枪支管制下 另一个治安死角 枪支暴力事件正在美国 一再改写新纪录 尤其这些无形之过 正酝酿成一桩桩致命错误 根据凯撒家庭基金会 对一份调查发现 全美有54%成年人 曾经自己或家庭成员 遭遇枪支相关的意外 19%美国人曾经因 枪支暴力失去亲人 有色人种更是不成比例的 受到冲击 但前总统川普却说 治安问题不是因为枪支泛滥 而是和心理文化层面相关 纽约时报大胆提问 谁能解释为什么美国每年会有近四万九千人遭枪击死亡 分析认为所有提倡枪支管制的人都知道 这清楚说明了美国取得枪支的速度有多快 即在种族歧视仇恨社会对立的氛围下 其结果有多悲惨 上个周末以来 一连串因为小失误所酿成的枪击悲剧 只是美国社会所有问题的缩影 美国还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 因恐惧衍生各种悲剧的故事 会持续在全美各地上演 直到这个社会愿意把勇枪权交出来 以及停止仇恨政治 种族歧视的每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